弟子有一位亲人 常年在歇会念佛 他本身呢 希望家人同样信佛念佛 但因过分执着劝导 太啰嗦 反而家人不和 使兄弟们不想回去用餐 每一次弄得大家不欢而散 请问这样的执着会被因果骂 我深怕因他们 因他的啰嗦 影响社会民气 错误引导根思的理念 实际上许多人都有类似的家庭问题 请老孩子开始 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这不是小问题 学佛第一个 你看看我们学敬奏 那我们敬奏 遵守世尊最高的指导原则 就是敬业散服 敬业散服 第一句 孝阳敬奏 孝四四长 慈心不杀 修士善业 第二句 受持三规 居足中介 不翻位 第三句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读诵大臣 劝精英学 这就劝别人 你看看 你前面一共十一句 三条 三条是一句 前面十条 你没做到 如果前面十条都没做到 你只教学了后面的 后面劝别人 你会去翻小谷 协会的同修 有不少 已经到汤池去参观 休息了几天 汤池的教学 那教当地的居民 四万八千 为什么能教得成功 这些老师们出来的时候 我跟他们讲话 一定要先自己做到 像地质鬼 你自己做不到 不要去劝别人 为什么呢 人家不相信 自己做到之后 再做到的人 人家对你相信 没有问题 所以 你必须 你要劝尽行者 必须 要把基本的 扩程做好 基本扩程 我讲的太多了 如是道三个根 你能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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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鬼做到 感应片做到 摄像业做到 你家里就 没有一个人不欢迎 没有人不尊重 你 那你劝他们 他们会接受 他们会感恩 如果自己都没有做到的时候 你劝别人 人家说你 你骗我 你欺骗我 你刷什么时候 这个就 失败在 老师自己没做到 那么这个 汤匙中心 你们能看到的 没有别的 他有这一点成就 可是 老师把地质规 百分之百分之百的 老师 而且 天天在学习 天天在检讨 做得 够不够好 你不要用佛法 你就单单用 地质规 你就把你 一家人 教好 学佛的人 如果家不活 这不是 学佛 佛是 普渡众生 普渡众生 头一个是渡家人 家人不活 这个不可以的 家人喜欢吃肉 你要跟他一起吃 他开心 他欢喜 你说我要吃素 你们吃的酱 他都要受报应 那马上就犯人了 他怎么能接受 这个 跟大众接触 佛讲的四十法 你都没做到 四十法 头一个是不实 碍与 利行 同事 于是你这四条 哪一条你做到了 四十法 从哪里做去 从夫妇做起 太太对先生 先生对太太 要真正做到四十 夫妻和母 百年好活 绝对不会有争论的 不会有意见的 真的是世间人羡慕的恩爱夫妻 佛都教你 你们都没有听懂 都没有去做 这才出现这么多问题 那我们常讲 佛教给我们大众在一块相处 修六合经 六合经是四个人以上 在一起 佳活万事兴 你的一家活母 祝福 胡念 龙天善神 勇活 利益 无量无边的 为什么不活呢 活 不要求别人跟我活 要求我跟他活 这才能活得了 如果把自己放 放那 要求别人跟我活 永远不会活 这个道理 你要懂 成佛不是要求别人成佛 自己成佛了 自己怎么成佛呢 我们在讲书里讲的太多了 放下分别执着 你的分别执着 又没放下 真正修行的功夫 就在此 自己要好好想想 我今年分别执着 是不是比去年轻了 轻了就有进步 那如果跟去年一样 毫无进步 比去年还严重 那就退步了 我这个月的状况 跟上个月比较 执着有没有轻一点 再功夫更深的人 是一个星期比较意思 我这个星期比上个星期 是不是轻了一些 你能在这个地方用功吗 你这一生决定有成就 今年的再度 佛念的再度 如果分别执着 完全没放下 还是非常坚固 而且还不断在增长 大臣教理讲得好啊 这叫人间佛法 你修的是人天佛报 你出不了六道 你也不能往生 往生虽然待业 待旧业不待新业 这个要懂得 所以李老师以前唱讲啊 一万个念佛人 真正能往生的 念三个而已啊 为什么 严重的执着 放不下了 不是每个念佛人都能往生的 所以你自己要常常想 自己的过失 别人没错 你在家人跟大家 比他们做的都不错 错在自己 你才能真把原因找出来 然后把这个因素 化解 你就有进步 让你家人看到你修复 真的不一样了 才能感动别人 啊 啊 嗯 嗯